在加拿大有一个只卖台湾食品的超市 叫做国华超市 它是台湾人开的 那而且他很坚持只卖台湾食品 但是呢 他只在温哥华和多伦多有份店 就蛮遗憾的 就是国华超市的老板 请问您可以把店开到蒙特楼吗 就是而且他也没有网路配送 就是我在蒙特楼 我也不可以在网上买 然后让他寄送 所以说只有多伦多和温哥华 有这个国华超市 那最近呢 这还是我妈告诉我的 就是我妈有看一些中国博主 在加拿大种菜的频道 因为我们家后院 我妈也在种菜嘛 所以她会看这些频道 主播就是他们怎么种菜之类的 然后这是我妈关注的一个博主 她最近新发了一个影片 那题目叫做文台湾超市刚到空运灵角 世家龙眼巴腊 立马前往 这个影片我会附到那个评论区 你们可以去看 他说真的好 终于吃到鲜灵角 过节有口福了 我看了一下这个影片 就是真的令我很忌妒 就好 我感觉似乎就是他们之前 在普通其他的超市吧 应该就是那个中国人开的超市 或者说就是不是只卖台湾 产品的超市 买过灵角 然后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应该是 那个灵角非常非常不好吃 那应该是中国产的吧 那我不知道 总之应该是他买了灵角 吃到很失望 因为他小的时候 他应该是中国南方人 好像是福州人吧 那他小的时候 他家乡吃的灵角 他当然很怀念那个味道嘛 那在加拿大肯定没有灵角 这种东西嘛 因为他是南方产的嘛 那然后他肯定很怀念 他买了之后 结果吃到非常痛苦 非常失望 那应该是有人告诉他说 你可以去这个国华超市 去买台湾空运的灵角 那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然后他就赶紧去了 然后他去的就是这个国华 温哥华旗舰店 然后他们也在搞活动 你看到这个台南 柚子节 高雄海味展什么的 就是他们也在搞活动 那对就是你看这个台湾食品 国华台湾食品 他们就是很 很厉害耶 他们把台湾的这些 好多水果都空运到加拿大 国华空运台南 珍珠巴辣 而且也并不贵 实话来讲真的不贵 就是六块钱一磅 空运台南 龟人龙眼 也是七块钱一磅 就这种水果的价格 在加拿大是OK的 你们台湾人 如果你们算一下的话 你们会觉得 还蛮疯狂的一个价格 但是其实就在加拿大 本地 魁北克自己本地 产的蓝莓和草莓 差不多也是这个价格 就可能比这个价格略低 低不到哪里去 就譬如说可能我估计 会在五块钱一磅左右 所以你看他这个六块 或七块钱一磅 这个对于加拿大人而言 绝对是买得下手的 民进党政府所做的这个冷链 你要空运 你就必须有冷链嘛 你从头至尾都是冷链 那过来 我认为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那我觉得台湾的水果的品质 值得更高贵的价格 是民进党政府的德政 不单单是能让台湾农民受益 中间这个产业链上 所有的人他都赚钱嘛 那是很棒的一个事情 他也说到说 他认为等他这个影片 PO出来 应该大家就买不到了 因为当他们去买的时候 这个世家 是剩最后一盒五个的 就是他们抢到的是 最后一盒世家 对 然后包括他们 就是这个 这个柚子 这个文胆吧 柚子 还可以玩套圈圈 对 但他们说柚子或许还有 但是其他的东西应该都 应该都没有了 因为都是被抢掉了 他买了很多 龙眼 巴辣 麻豆 文胆 然后世家 然后世家 他是切 就是他 他一拿出来就散开了 然后完全熟透 然后他就说非常非常香 就吃个不停 然后他吃了 其实我是吃过菱角的 但是我吃的是 中国南方的菱角 我就蛮爱吃的 因为我很爱吃栗子 就是菱角吃上去跟栗子 有点点像 但那不完全一样 菱角比栗子更好吃 那但是他吃菱角 就吃到 真的吃到掉眼泪 他就说几十年 没有吃过这个味道 包括说他说到台湾的 那个龙眼 是从树上摘下来的龙眼 他就说你在超市 就是他说超市 应该指的就是 亚洲超市 或者是中国人开的超市 你买的那个龙眼 他说那根本 就根本味道就不对 就他想 就是他是回忆起 他小时候吃到那个味道 就是真正的 就是好的 没有经过各种 就是可能是化肥 农药 各种催熟 就是没有经过那些东西的 就是他小的时候 吃到过的那个味道 所以他就说到 就是他吃的非常非常感动 就是我看了整个这个影片 我很嫉妒 就是他吃每一个都说很好吃 然后吃棱角吃到 就是掉眼泪 说几十年没有吃到 我看了就很嫉妒 很嫉妒 但是就是其实我妈妈也说过几个话 就是我妈妈就说过说 在台湾吃到的很多蔬菜水果 就让他想起他小时候的味道 就为什么是我们 就是他们小时候的味道 就是他们小的时候种的东西 还没有那么大量的农药 化肥 催熟 就是你知道 就是所谓的科技 与很活 对 还没有那些东西 那就是农民好好的种植 那对得起土地 对吧 那对得起环境 那对得起消费者的口味 那就好好种植出来 用心种植出来的东西 它那个味道 它其实这几十年 中国都没有了 都吃不到 对 所以说 所以说我很嫉妒 我非常嫉妒 我不知道多伦多 有没有这些品相 实话来讲 我觉得可能多伦多 未必都有 因为多伦多是东边 温哥华是西边 我不知道说 就是多伦多的国华超市 有没有这些品相 但是就是大家 如果住在温哥华 多伦多周边的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看看还有没有 中央社的新闻报道 就是加拿大的国华超市 在温哥华举办 台南美食嘉年华活动 在多伦多和温哥华 都有门市的国华超市 是加拿大知名的台湾超市 董事长周仪华 常年来坚持只卖台南 台湾食品 台南 台湾食品 台南 台南市农业局长 李建玉 特别从台湾来参加 开幕活动 因为我脑子里面 想的是台南的柚子 因为我看到好多人 都说台南的那个 文旦柚子很好吃 然后那个博主吃 也说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 我是看到那个珍珠女士 她正好也是在台南 吃了那个文旦柚子 那个珍珠女士也说 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对 然后我脑子里面想的 就是台南的柚子 都很想吃 我也很想吃世家 但是冬天我去台湾 能吃到世家 但别的就都吃不到了 对 只有世家是当季的 你看他们在捧着柚子 说这次空运来加拿大的 除了文旦之外 还有多种蔬果 包括木瓜 巴辣 火龙果 世家 有机蔬菜 丝瓜 莲子 菱角 以及各式加工健康食品 乳果干 等等等等 哦 这个 这一位 这个中国博主 他还拍到 那个台湾腌的鸭蛋 对 鸭蛋 对 台湾腌的鸭蛋 然后还有 这个蔬菜 有机的蔬菜 也不贵 我记得好像是 三块 两三块钱 好像是 我记得两三块一磅还是怎样 这都不贵 就是最以加拿大的蔬果的价格来说 就是蛮公道的一个价格 品质又好 真的 为什么 董事长 周董事长 周仪华 董事长 能请您开店开到蒙特楼吗 那董事长周仪华对中央社说 和台南农产品合作已经多年 但进口量年年增大 每一次都未眼先轰动 很多老客户提早预定 有客人一来就买了20箱的麻豆纹蛋 世家也是短短几个小时就被抢购一空 所以可能大家现在去买已经没了 对 可能大家现在去买已经来不及 对 但是我也是刚看到这个消息 这个是昨天早上 我妈妈跟我讲的 对 就是我妈妈也很嫉妒嘛 我妈妈也说 为什么国华超市没有在蒙特楼 然后我才知道的 我已经算是蛮及时的通知我的加拿大朋友们 在加拿大温哥华和多多的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我就嫉妒你们吃 你们吃好吃的 加拿大现在本地的水果只有葡萄 对 而且还很酸 加拿大本地的葡萄很酸 我去 我冬天的时候到台湾的时候 吃台湾的葡萄 那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讲过 台湾的葡萄比较甜 然后加拿大安省的葡萄就比较酸 我估计是气候啦 就不管怎么说 它就是冷嘛 就是葡萄比较小颗 它比台湾葡萄比较小颗 然后比较酸 我妈吃还OK 但像我这样子就不行 我还是要吃甜的 Jomi说棱角没有不好吃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任何东西在中国配上科剧与狠活 就好像昨天 昨天有一个 有好多朋友在那里跟我讲 说什么 没有吃过不好吃的卤肉饭 昨天我给大家看了 卤肉饭 对吧 去到了中国 成了什么鬼样子 对不对 不要跟我讲什么棱角没有不好吃的 中国产的东西 什么都会变掉 所以为什么那个中国博主 那个中国博主应该没有什么政治倾向性 我这里要提一句 那位中国博主应该是 就是普通中国人 好吧 就是说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粉红 但是他就是普通中国人 他至少不是反贼 他不是反贼 不是中国异议人士 我在这里提他 就仅仅是因为我看他吃东西 很嫉妒 很嫉妒 很羡慕 就是羡慕到 就是羡慕得很气 所以跟大家分享 好吧 就是他跟我没有任何关联 然后他也不是反贼 对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粉红 那就是个普通中国人 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不管你是反贼还是粉红 你还是吃得出来差别 你像他应该是吃 就是他吃台湾的棱角 就吃到掉眼泪 对 就差很大呀 差很远呢 对啊 你们可以去看嘛 我还没有看到说台湾人 那么感动 就是因为你们可能觉得还蛮正常 我觉得我还蛮难想象一个台湾人会吃到掉眼泪的 就就就不会嘛 就是你们的对比有差 我这样来讲吧 你们的对比有差 对 你们是生活在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区间里 对吧 就是你们的棱角再难吃也不会难吃到那个程度 所以你们不会吃到掉眼泪 对 但中国人就会吃到掉眼泪 我觉得日本和台湾的很多食品都能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说 那就是食物本身该有的味道 他没有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些科技鱼很活 差很远 对